好,大家好 在学习的那个重载之后呢 我们今天就学习 那个运行式多态 也就是那个重写之类的东西 是不是 然后我们首先看一下那个 基本的那个 JS的那个多态的东西啊 就是什么呢 它那个运行式多态的话 如果因为JS 具有天生的一个动态性 是不是 比如说我们组一个简单的例子 如果你要写像这样的代码 比方说我们写个函数 放个形 一个demo的函数 然后你在这里传一个o过来 好,这个o的话呢 我们直接在这里写个 比方说concels 或者说直接调一个o.run 或者是什么什么方法 是不是 这样的话 这个地方兵义就不报错了 这个对象 你传任何东西都可以 比方说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构建一个o等于 这个这样的东西 定义这样一个对象 然后它的run方法的话呢 就是funk型 这样写上 比方说我们就写个concels o.log.o is running 这样东西 这样的话呢 可以作为那个参数 作为它的那个传过去 这是天生的波态动态性 是不是 也是这个 如果你比方说你再进一个别的 对象 比方说水平一个别的对象 或者是 对象 那当然你可以用别的方式来弄 比方说叫这个p 那么就p is running的话呢 你在这里调用的话 一样的可以起到那个 多态的效果 是不是 这主要是利用GS的动态性啊 我们测试的时候呢 当然也就可以输出它那个 o is running p is running 这个 这个所以说在GS里面实行动态 这种多态的东西呢 很简单 轻声的支持 因为它有一个动态性的特性 那么回到我们前面写的那个既成的东西啊 因为从静态语言 从C 从G的加法了 或者C下不过来的话呢 多态的话很多情况下就是 负与子的关系 比方说接口啊 或者负类子的这种情况 切换 是不是 我们主要是演示这个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最基本的例子 这个基本的例子呢 我们就通过控制台来演示 比方说天下一个方形F 这个函数 然后你漏了一个F的等于漏一个 把它漏出来 如果它要实行那个多态的话呢 依注 依注我们的软性令 假设我们那个 函数这个软性上面 有一个方法 也就让等于方形 然后这里呢 就写个Cons 点Log 然后Prot 就是F 就这样写上吧 少打一些字啊 这样有个方法的话呢 我们F呢 直接就可以调用了 是不是 然后如果你想重写它的方法的话呢 就是这样的 F点Rong 直接把它改一下就完了 因为它依注燃性令的查找规则 是不是 还记得吧 那个小写的F啊 你下次再调用的话呢 F点Rong的话呢 它就已经变成自己的了 它不会从软性令上找 这就是方法的一个重写啊 如果这种情况下啊 重写的就很简单 因为依注燃性令的特点 你只需要在自己这个地方 把那个方法重新搞一次 就是重新定义一次 就可以了 是不是 这就是重写 很简单 它是Easy 那么关键是我们这个地方就重写的话 就不需要多讲 就是什么呢 你讲讲怎么样重写的过程中 还要调用 负的东西的方法 依旧我们这个案例的话 你怎么实行它 就是在这个F的Rong里面呢 还要调用一次 那么我们就可以这样实行它 F等Rong等Function 然后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 写上一个什么东西 你怎么样调用负的东西啊 负的东西 我们在自己可以写上 可以写上自己的FFRong 然后如果你要调用它负的话 当然你确定它的位置 前后都无所谓 是不是 你自己确定啊 按一日项目 那我们就写个F点Prototype 点Rong 这样调用一下就可以了啊 这是很简单 是不是 整个一次性 然后我们在调用F的Rong的时候 发现负与值的东西呢 都可以说出来 这就是重写的时候 同时还可以 把负的东西呢 保留起来 就是重新一次性调用啊 这就是那个调用负的东西 这种情况呢 除了这种情况 我们 依旧前面学的话 其他还有其他的情况 比方说我们第二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的话 我们就在这里写啊 比方说我们定一个函数 复Parent 定一个类 是不是 然后Function Child 也定一个类 然后这种情况下 我们在这里呢 就定义一个 比方说一个 VAR Alice 就是点Rong 等于 Function 然后这类Council点Log呢 Parent 一次Running 这样写上 啊 是这一个他自己的一个负负类的一个实力方法 是不是 然后子内里面如果我想弄的话 还记不记得了就是把它继承过来 Parent Parent 点Core 然后把类似丢过去就行了 然后接下来我子内里面呢也可以写上自己的RUN 这就是重写 是不是 比方说Function 然后Council点Log呢 就是Child 一次Running 啊 这是把子类重写了 这个很简单 关键是我们把负类的东西也保留的话是怎么弄呢 我们就可以这样 比方说负类的Parent Parent Rung 就等于先把它记录下来 比方说叫做Parent 点 那个 啊 这个地方就不是Parent 因为继承了这个 Parent 点Core 一调用了之后 这个类似点RUN又变成自己的了 是不是 所以我们就直接写个类似点RUN 把它继承过来 把它新保留起来 然后在接下来在这里重写的时候呢 我们就直接可以调用Parent 这个记录下来的东西 直接把它调用一次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这样写的生成一个变量 来测试一下 甚至一个对象是不是 然后C点RUN 我们就可以直接在这里润型测试一下 是不是Chel is running Parent is running 就可以了 像这种情况的继承的话 你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来保留负的一个方法来引用 然后你在重写的时候可以选择性的 你要不要把负类的东西再调用一次 这是第三种情况 是不是 那么第四种情况是最复杂的情况 就是什么呢 我们还是在就是前面 我们还是用Parent的RUN Chel等的方式Parent 一个负负类 然后接下来呢 Function一个Chel的一个子类 就是这个 然后在负类里面呢 我们就添加了一个 用把方法添加软型是一个优选的方式 是不是 在Prototype ClassName的话就是Parent 这个地方 他已经利用了自己的东西 好 这个 然后我们那个方法写个什么 也写一个 写 也写一个RUN 这个地方 写一个RUN的话 我们就还是写的这样的吧 还是写一个ParentRUN 然后子的话呢 我们也写一个自己的RUN 但是写事情的话 我们要完成那个继承 是不是 继承的话 我们怎么弄呢 就是Parent 就是那个Chel Chel的软型 等于 Object.Create Object 然后把Parent的软型丢过去 然后呢 就完成了继承 同时本能 是不是 点Prototype 点Construct 等于Chel的本身 要把它设置一下 好 设置完了 就完成了继承 如果我们在自己的子类里面 要写一个自己的一个RUN方法的话 就是Chel的点Prototype 然后点RUN 然后就等于FUNC型 这样实行一下 比如说Chel的一直RUNNING 这样 这个就实行完了 是不是 实行完了之后 这个就不用说 这个比较简单 关键是我们怎么样 把负的东西弄起来呢 还是依照我们前面说过的 是不是 Chel的搞一个Support对象 静态成员 是不是 就等于Parent 点Prototype 这样弄完 弄完了之后 我们在这里就可以 也是重写的事 就调用它 比方说是Chel的点Support 然后点RUN 这样一调用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测试一下 这样行不行 C等于New一个Chel的 然后打出这 那个RUN 然后RUN 看一下 Chel的一直RUNNING Parent Parent 是不是 这是这种类形式的继承的话 如果要调用FOO的东西的话 我们通常是用这种方式来弄 当然你如果你不重写的时候 重写FOO的一些成员的时候 不调用FOO的话 就没有不需要搞这么复杂了 是不是 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多余的 这就是关于JS的一个多态 本质上就是这些东西 关于多态的话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